像我跟我媽其實還滿像朋友的 所以我跟我媽直播 我們都會直接叫她的名字 我也是這樣 她也是 對 可是就變成 我女兒完全模仿到我 然後有一次她就跟她講說 她直接叫我媽的名字 我聽到我才嚇到 到後面我都是跟我媽講 媽 很溫柔很溫柔的跟她說話了 其實我覺得小孩 不要叫老人家這樣 我是覺得 小孩有時候在講一些事情 她根本不知道她自己在講什麼 她就是在學大人 單純模仿 我女兒有一陣子 她反正幼稚園的時候 都在爸爸的診所這樣 她有一陣子到處看到人家 就叫人家做鼻子 真的啦 可是她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太好啊 省了一筆背後 就是病人這樣起來的時候 她就會趴 就會發現我女兒趴在她旁邊說 要換點滴嗎 因為她是從小 習慣在那裡 但她完全不知道什麼意思 可是她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對啊 像我女兒有一次在看卡通 然後就是我公公就突然 她就想說這個墊怎麼那麼暗 她就想幫我女兒就是 切換一下那個燈 可是你切換燈 一定會先按再亮嘛 結果一按下去 我女兒在看 玩光隊喔 X的腰喔 喔 各位 他罵你公公 他罵我公公 他不是罵我老公喔 然後阿公就 X妹啊 叫你罵罵我 我罵我 兩個打起來 他要這樣喔 公公 公公跟孫子兩個蛋 阿公就演殺眼 然後公公就來輸了 好 對不起...你講 原來是因為我 常常罵我老公那兩個字 口氣就一模一樣 哇塞 她是跟你學的 對 她是跟我學的 對 對 然後後來從此 我就馬上說 我以後不會說 以後我們不可以說 因為我覺得這個 不好聽 人家不喜歡 然後現在只要 有一個人 只要不小心講了X什麼 他就會說 不可以講X 不可以 不好聽 沒有人喜歡你 不然他糾正別人 他就會糾正別人說 不可以 他可以講Couch 那個是藝術的 對 或是Couch是牛 現在我跟我老公反而就不會 在小孩面前在講 然後那兩個字 反正糾正自己的習慣了 真的 現在我們就改過了這樣 但有時候小孩真的講了 就不知道 可是面對像這樣 它會造成一種 沒大沒小的行為 我們要怎麼去糾正它 其實他們真的不太知道 而且不知道的年齡 大概是在四歲以前 我通常會跟孩子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講這句話 會讓人家不喜歡你 嗯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這很重要 這是一個 讓人家不喜歡你的話 不能講的話 可是有時候我們都跟孩子講說 不能講這句話 小孩不能講這句話 你知道四歲以前的孩子 會更好奇 為什麼對不對 因為對 他為什麼 為什麼你就可以講 然後你就一直 很多的父母其實很用心 都一直在解釋 被限制就會更想 對 那你一直在解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講髒話這件事情 你是解釋不來的 所以有時候就跟孩子講 媽媽不希望別人討厭你 所以這句話我已經教你 這是一個會讓人家 討厭你的話 是 所以請你不要再講 大了一點以後 像小學生以後 他們就會慢慢知道 這句話 被討厭之後就會知道 是 提到鐵板以後就會知道 了解 大飛 如果以後你的小孩 會對你罵這種 我有個朋友他做的 我覺得 我那天看了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反正 他就叫他朋友 叫他的小孩 因為他自己也會罵 他講到那個字 就是罰錢 罰十塊 一次就是十塊 然後後來有一天 他就養成那個習慣 反正他們就一直罰... 有一天我們大家在聚會 所以爸媽就存到 第一桶金 對 我們大家在聚會 然後我就在 我們小朋友都在那邊玩 然後我們在聚會 我們在那邊喝酒聊天 然後我忽然就罵了一句 我就聽到原來這樣 然後一個小手這樣衝過來 小手衝過來就說十塊 我就 我想說好 我不會罵 結果那整天 沒有人跟他要回錢 全部錢都他就帶走 他們家的人多賺啊 很賺耶 對啊 因此的自負耶 我覺得這招還不錯 可以叫... 罰錢這可以嗎 是可以 但是我也曾經用過一招 我覺得還可以再更好一點 就是有一次 我也是不知道 好像是有一台車逆向 走向我們的那個車道 然後我就開上去 然後我就卡在那邊 然後我就講說 這是XX嗎 我就這樣子講 那我們的家規是 只要罵XXX 你很廢等等這樣子的話 就要去罰站五百秒 五百秒 對 五百秒 那我自己就去罰站五百秒 因為那是小孩 可以做到的處罰 我去做他也可以 跟他一樣的處罰的時候 孩子會覺得說 這件事真的是 我們家裡面很嚴重的事 然後我就站在那邊數到五百 不行... 那這樣在聚會的時候 所有大人會這樣站在一百秒 一直這樣說 這麼可怕嗎 怎麼不能認住啊 然後小孩一直在前面說 你還有三百秒 對 整個這樣 你們就找面回結 剪九八就好啦 OK 所以其實還滿多方式的 那除了語言之外 我們剛才講的肢體 肢體動作也是模仿的 其中一個要素啦 你們有什麼肢體的小孩學起來的 不是 因為我們家爸爸 他常在電視上表演嘛 然後小朋友就會 耳濡目染 看到爸爸每次出現的時候 都很浮誇 因為爸爸不是上美食節目嗎 對 然後有一天我們就 全家人出去玩 那我就把手機拿出來 只是靠近我們家女兒的臉這樣 然後他就這樣 吃一口旁邊的那個干貝 然後吃一口這樣 然後我就順勢說 怎麼樣 幾分 媽媽 他有像 海邊上來的干貝 寫起來耶 不是 很會講 頭蓋形容比我還好 沒有 我還在學爸爸那個外景耶 對…很浮誇這樣 職業病 你家小孩會嗎 差不多是這個狀態 浪漢 嘟嘟嘟嘟 他學的是講口感 我家學的是講訪問客人 客房 我的老二就是阿彎 他會學我 因為我每次看到有人 嘿 阿伯這東西好吃嗎 你住哪裡 就會關心他 問他 然後就一些訪問就很熱絡 對 鄰居回來了 嘿 你住一樓啊 好啊 回來啦 要不要來我家坐一下啊 好熱情喔 那時候才五歲還是六歲 好熱鬧喔 然後說不用了啦 謝謝 然後進去了 電梯門要關起來 他還沒說安開 幹嘛這麼急 好熱情喔 你家有養貓嗎 我家有兩隻貓耶 他就開始把我家有什麼 都講出來 他就一直開槓… 然後我就要出來 不好意思… 你是學你的啦 對啊 你看看你 真的太熱情了不好耶 真的 一直要跟人家聊天 那小孩會模仿你什麼嗎 其實我覺得我還好 但是通常都是模仿爸爸 比如說衣服回來就是 脫衣服 襪子 褲子 衣服 就一路脫 他們就覺得爸爸可以 為什麼我不可以 我說你就是該有的生活習慣 你自己要做好 要不然我 誰要幫我 沒有人家說我 爸爸是爸爸 妳是妳的時候 就是代表媽媽走投無路了 這樣講什麼話 講什麼話 你沒辦法講不懂 他們完全是講不懂的啊 對啊 他們爸爸都會說 是嗎 都覺得好像喔 對啊 妳在外面搞得一副 妳很弱勢的樣子耶 不是啊 沒有啦 就還要是要看狀況 然後就會聯手我媽 我媽就說 對啊 要不然帶妳是要做什麼 所以說 房子不會煮 什麼都不會 叫妳想吃東西 妳是怎麼做啊 就開始 然後那個騎媽就說 你看妳媽啦 然後我就說 你看妳女兒子啦 然後我們兩個 就開始在那邊 對啊 我覺得那三個小孩 在家裡好危險 好危險 好多模仿的對象 對 很可怕